在今天白天天氣形態來說 北部天晴在這中南部 有些局部的午後鎮宇 在天氣狀況來說 中午仍然是屬於一個炎熱的天氣 戶外活動記得補充水分 小心別中暑了 明天的天氣要做什麼 我們就來注意一下了 第一個 早上8點外出活動 防曬工作不能少 各地的紫外線指數 依然是偏強的 其朗而炎熱的天氣 可以持續到這個週休假期 而到了中午的時候 各地的高溫部分沒有37 沒有38度 是在35度的高溫 還是偏熱 戶外活動記得要多多的補充水分 但是在明天一整天當中 花蓮跟台東的朋友要注意 注意什麼 背著雨句 因為會有些局部性的 短暫爭雨出現 但到了下個禮拜一 我們隨著西南風 帶進來一些水氣的影響 下週一開始的短暫降雨狀況 可以幫我們消一點暑 但是外出活動之後 就要背著雨句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我們先來看台灣上空的雲層 在今天中午以後 在嘉義 台南 高雄 有局部性的午後雷鎮雨發展 現在這個時候 雲層已經要消散了 往南看可以看到 在菲律賓旅宋島這邊 雲層比較多 是一個低氣壓 目前低壓的位置 是在旅宋島南方的島嶼區 正在逐漸的朝著西的方向移動 移動速度還滿穩定的 目前看起來的話 到了明天的時候 就要進入到南海的位置了 之後它會在往南海 一直往海南島的方向移動 以目前來看的話 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它逐漸的接近到 香港南方的海面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汽流場 剛好整個旋轉上來 逆時針旋轉 帶進來的水汽就是西南風 帶到我們台灣上空 所以禮拜天開始 南部地區有點短暫雨 下週一到週三的時候 台灣上空 雲層量增多 局部性的降雨出現 高溫也會略微下降 小丁寧提醒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 西部外出 防曬工作不能少 天氣晴朗又炎熱 東部外出有點短暫雨 外出記得 攜帶雨去